如果你没有天堂的上帝国这个死死的观念的时候 神迹真的没有办法从你身上完全的流出 你如果真的看到神迹,要看到神迹 你一定要看到什么?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让圣灵很自由自在的运行 所以你如果把心放在天堂,你一呼叫耶稣的时候 神就跟你同在 我教你一个神同在的方法,几分钟 你就会感受到那种神的能力会浇灌你 上个礼拜,我真的是经历到很多弟兄姊妹的那种神的祝福 上个礼拜,礼拜五晚上祷告会 世神的谈琴 我不知道那种谈古典业的人怎么能够来跟力真配合 力真跟他说什么他其实搞不懂 你知道他搞不懂,然后呢就乱谈 可是他在谈的时候神就教他怎么谈 一个声音就教他怎么谈 他每次谈对的时候,那个脚就会发热 他就开始认了,发一直收起来 他说大咖啡,整个人啊 就热腾腾了,你知道 我上个礼拜还在赞美他,他谈得很不错 为什么呢? 一个谈古典业,拿了两个硕士的人 能够来谈这种敬拜赞美 这是一流的 那很难啊,真的很难 可是圣灵就一直充满他,教导他怎么谈 圣灵跟他说话 圣灵就不断的跟他说话,弟兄姊妹 我发现当我们圣服神的时候 神就会把他的恩膏通过你流出来 当你知道在地上如同在天上的时候 神的旨意就在你生命的里面 不断的通过你表达出来 所以你现在,我在几分钟之内 你就会发现到神跟你同在 OK,OK,OK 你怎么做呢? 请你把你的眼睛闭起来 你把属性的一切都放下来,好不好? 你把你属性的一切都放下来 OK,你把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右脚上 你不要放在左脚哦 然后呢,左手放在哪一脚? 左脚上,来 把你的右手向上打开 左手呢 放在你的右脚向上打开 把你的左手就放在脚 你的左脚上面,然后盖子 有没有 这么简单的动作你做好吗? 再说一次哦 你看看很多人是做错的 右手放在右脚上是朝上的 左手放在左脚上是朝下的 有没有 把它翻过来哦 OK,来哦 你做对了吗? 还是都已经昏倒了 已经被充满了 OK,那你深深的呼吸一下 深深的呼吸 那你开始,你借着呼吸 借着呼吸 当你吸气的时候就跟耶稣说 耶稣你在我的里面 你用意念去说 你不要把他说出来 用意念去说 你吸气,然后跟耶稣说 你就在我的里面 用你的意念 当你吸气的时候跟耶稣说 你就在我的里面 当你吐气的时候跟耶稣说 就你接近我的污秽 接近我的肮脏 让这些肮脏污秽都吐出去 我希望你很安静的做几分钟的时间 然后你会体验到你的手 就好像有一个薄膜 把你包起来 很温暖的感觉 你会经历他的温暖 你会经历他的美 你会经历到那个神 他的爱 会带满你 你会发现到 但你的胸腔时候的压力都不见了 你会发现到 你这个整个人 好像就在 天堂的里面 在此 不要停 深深的呼吸 跟耶稣说 耶稣就在我的里面 然后跟耶稣说 主啊 接近我的罪恶 你每次吐气的时候 把你心中里面的苦毒 生气 愤怒 说不出的叹息 都把它吐出来 你会发现到 神就是跟你同在 天堂 你 真的 你 优优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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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秘诀 圣灵能力它像气一样 它要进到你的里面 你就跟耶稣说 耶稣进到我的里面 不是进到我的里面 进到我生病的地方 然后你整个意念就放在 那个生病的地方 你相信那个地方要被医治 你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比如说你头痛 你就在吸气的时候 你的气就往上提 然后你会发现到 在这里呢 你看到神就让这个地方火热 被很热 那你如果在肝有问题 你就跟神说 神啊 医治我 你就发现到 当你吸气的时候 把气像干那个地方 感觉上像那个地方松 神就借着圣灵 医治那个地方 你尝试看看 你要尝试 自己做一些医治的工作 医治自己的工作 好不好 你懂我在说什么吗 来 懂得人 请洗手 OK 来喔 来来来 你坐看看 坐看看 来 很矮的人 想长高的你 洗手一下 然后你就跟主说 主啊 让你的能力进到我的里面 让我长高几公分 你知道吗 你会忽然暴增 等下我讲讲都见证让你听 你不要怕 你不要怕 来 路比 你可能你可能不要笑 你等一下会 忽然你只会被160公分 回家会被矮下来 我不知道 OK 倒观看 来 上次再一下 把你眼睛闭起来 把眼睛闭起来 然后呢 在同样的像刚才那个姿势 你弄好了没有 然后深深的呼吸 跟耶稣说 耶稣你就在我的里面 我记得时候就跟耶稣说 耶稣啊 就经我的心事一年 那个气一定要吸到肚子来 不要只在胸墙 一定要吸到肚子来 跟耶稣说 耶稣 你必然就在我的里面 祝好我眼睛你的生命就在我的里面 喔 top 喔 也不 喔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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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